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当律师栏目 有很多朋友都希望可以通过获得 杰出人才绿卡的方式来到美国 可是如果你只会炒股 而且只是一个股票大神 可以获得这样的杰出人才绿卡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这个星期啊 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就成功的帮助一个股神 获得了杰出人才绿卡 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 股票大神也可以获得杰出人才绿卡 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 这个案子非常有趣 我其实很久很久以前 就很想要做一个像这样子的案子了 过去十年有很多人很会炒股 都有来咨询能不能做 每次谈完都是几乎不行 因为他们不够的这个能力 不够的这种证明 所以我就一直很沮丧 但是一直到今年 我们接到了一个案子 有可能可以 那么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当然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这个 嗜好跟好奇 来逼客人来用这种方式申请杰出人才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很客观的 帮客人分析 他因为很杰出 其实很多杰出的人士都非常杰出 只是在不一样的领域会杰出 像这位客人 他是一个 他是个企业家 他是个serial entrepreneur 他开了很多很多成功的公司 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帮他申请杰出人才 他也是一个工程师 一个software engineer 所以他也发明了很多的这些软件系统 然后甚至被国家取用 所以他也非常的在这个软件工程内也非常有名 他也有出版书这些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可能可以 但是除了这两点以外 他也是一个赌神 他也是一个很会选股票的 尤其是他的他的这个software 他出的书 加上他创造的公司 都是跟股票有相关的 他是专门做这个 future option trading的一个专家 那他当然有常常上新闻 有解释 然后有跟大家分享这个future trading 尤其是跟这个oil有相关 跟这个油价有相关的 那么在国内还是比较少人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做的公司 他的软件 他的这个分析 当然就是蛮顶尖的 对不对 大家都rely on他 所以在这个三个里面 我们要好好想哪一个对他的案子是最好的 那对于第一个 成立公司 Siri Entrepreneur 美国这边一定会打回来去问 我们美国有这么多的企业家 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企业 而且为什么你做的在这一方面 我们做不了 对不对 美国San Francisco Wall Street New York有这么多的这种fund 专门是做这种股票的 你的公司难不成会比我们的好吗 移民局常常会用这种方式去问 所以这个就非常困难 要是纯粹只是以公司的方式 一个企业家的方式来申请 那第二个呢 是Software Engineer 他发明了这些系统 但是问题是他发明了这些系统 已经十年二十年之久了 移民局也会回来Challenge 我们美国的这个Software San Francisco Again Wall Street 也几乎是全世界最棒的 你的 而且是已经十年之久的 怎么跟我们的比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 而且美国也全部都有了 他的这个系统 很多也是超美国过去的 所以这个的方面也很困难 所以这两个其实分析完之后 就被打掉了 那唯一剩的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股神了 他很会来分析 然后来predict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他的这个Software 会对美国的这个这个系统 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分析完之后 美国在这一方面 还算是比较弱的 美国很多很大的 这种Exchange Trading 都是非常大型的这个企业 但是他们没有在focus so much on这个Future Option Trading 关于这个Oil 还是非常的unstable 尤其是最近全世界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Oil 这个起伏对不对 因为各式各样的事情 所以呢 他的这个分析就更是明确 更是重要了 所以我们花六个月的时间 把整个案子编起来送件 这位客人呢 他非常爱面子 当然不是爱面子 很多申请结束人才的客人 他们都必须要保密 不能让亲朋好友 其他人知道 因为他们当然 这个是国家机密嘛 对不对 所以要是要申请的话 绝对拿不到一封推荐信 所以他就一直在强调 能不能在没有推荐性的情况下 送件成功 那我们分析完整个案子 准备好这个案子 一直跟他说 这个案子是不错的 是有可能可以的 那么送件之后 没有补件 这个礼拜批准 客人非常的高兴 好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介绍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想请问一下您 杰出人才绿卡的持有者 是一定要在美国找到工作吗 还是说并不需要 EB1A最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不需要美国雇主 你不需要一个工作 就凭我非常杰出 我一定会对美国带来贡献 这个理念来申请 当然过去五年 移民局越变越严 他们想要看 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跟你原本的这个能力 有没有相关 要是你是个原本 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股神 结果你来美国 只是想要开咖啡厅 这个其实不相吻合 所以就也会被拒绝 对不对 所以你要来美国 到底做什么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因为这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考虑 其他两个 其实他都可以申请的 杰出人才 他确实是一个有名的企业家 他也确实是一个有名 有知名的一个software engineer 但是因为这两个 没办法带来美国太大的贡献 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的这个股神了 就是说他自己发明了一套 可以预测事件发展的 或者说经济趋势的一套软件 是这样的吗 是的 可以平稳 所有的这个option trading 所以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很清楚的来分析 投资多少 他的利润会是多少 所以说您刚才说 您之前也遇到很多股神 之所以没有帮大家做 而是成功的帮这位先生 做成了就是因为 他自己有一个创新的东西 在里面 是吗 是的 能够成功的申请到这个案子 因为他一个有自己的公司 这个公司在国内 也是蛮大的一家公司 他的这家公司 做到全国大概数一数二 所以这个leading critical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然后再来呢 他的这个software engineer 做出来这个系统 是国家引用的 所以这个original contribution 加上他有很多的 这个媒体的报道 因为他是个股神 你说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方面都非常强 强到连一封推荐信 都不需要直接申请 就可以批准了 所以说万事皆有可能 如果有一点点希望的话 就应该试一下 好 今天非常感谢张律师 和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 成功获得杰出人才绿卡的案例 好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期待更多的案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